哈喽 欢迎来到毛短的视频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10月份爱用品 时间是不是过得特别快 感觉前几期刚拍完9月份的呀 不过呢买买买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依然有很多性价比非常高的好产品给大家分享 废话我的时候赶紧开始吧 先拜啦 第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东西啊 几乎每次在我粉底测评的时候 它都会出现就是这个稀有值 好像有很多人问我这个 这是上一次我在外面逛街的时候 在木槿生活好像是 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店啊 跟名创优品很有可能就是一家的 因为它的英文名居然叫Mumuso Mumuso是什么鬼 这个竹炭的西油纸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它是一张哑光的保纸 然后你去吸油的话 它可以一次性的就把我这块的油给吸得非常的干净 像现在的季节呢 我的皮肤是混干 但是我的鼻翼两面还是很容易出油的 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看到油光 所以我一般就拿一张这个纸啊 来吸一下 它瞬间就变成哑光 非常干净的妆面 根本就不需要用其他的粉饼来补妆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西油纸 省钱的好东西 这个我很推荐 第二个产品呢 是我手上你们可以看到指甲油 就是这个颜色 这种带纹路的呢 就是我上个月分享的OPI黑色爆裂的指甲油 我把它涂在这个上面之后 它就可以爆裂开之后就露出下面的橘色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这个纯色的深橘 是一个橘棕色 它是Essie 应该是这么读吧 Essie的色号是996 我买的是这种小瓶的 我一次买了很多瓶 因为想试很多颜色 发现这个指甲油超好用 我的手不是一般的黑 不管你的手黑还是白 涂这个一定非常非常好看 这样一个有一点点涂色的深橘色 干的又快 而且还挺持久的 我手指甲是非常脆 非常软的那种指甲 都能待个三四天是完整的 所以真的很不错 这个指甲油 超美 I like it 我今天头发卷的还可以吧 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烫头发 就是因为我最近发现的这个case的卷发棒 真的超级好用 第一次卷的时候 当时操作非常非常不熟练 但是结果卷出来的效果也OK 然后我在用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越来越熟练 现在我这种卷发哈 一整个头都卷完 连十分钟都用不了 就超级快速方便 然后傻瓜好操作 你只需要把头发疏顺之后 拿出一串头发放在这里 它自己就卷进去了 然后它在卷的时候呢 你这个手又抓起了另一个头发 然后放进里面又卷进去了 完全省去了你这样往上缠 然后找角度啊什么的 超级方便 然后我用熟练之后 就是彻底的爱上了这个东西 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它 虽然我头发已经受损很严重了 但是我一直在卷头发 就是非常喜欢它的操作 非常喜欢它卷出来的效果 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产品 下一个东西呢 同样是一个非常便宜的 就是这一颗蛋蛋 谢谢福吧 这是B站的一个Apple主 福吧送给我的 超nice 这海绵蛋的造型真的很奇特 我第一次见这种海绵蛋 那种土黄色里面还带有金色的小闪粉 你就很担心那个闪片会不会往脸上掉呀 我洗的时候我是发现它顶多掉出来了有两三颗吧 就是不会影响你的使用 但是它超级超级的柔软 就是你可以一手把它捏到非常小 非常Q软 和我手里的这个BB蛋呢 它的柔软度不相上下 但是区别在于呢这个Beauty Blender呢 它的弹性比较大 它不光软 但还有一定的韧性吧 是这种感觉 但这个呢 比较的 肉肉的感觉 它们俩是不同的软 就是触感实在是难以形容 就你发到脸上的时候 它会很大面积的趴在你的脸上 拥抱你的脸 妆上的非常的服贴 自然均匀 上妆效果棒棒的 据说它比较耐操 不会容易洗坏 如果你就是老是用一种海绵蛋 觉得很无聊 想尝尝新鲜的东西 那可以试一下这个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非常的便宜 十几块钱吧 Next 就是这个粉底液 西班牙的药妆品牌 Senselys 这是一款我最近才用出新的的一个粉底液 当时买的时候可能天气还比较热 就没有完全guess到它好用的点 就是觉得 啊 OK 还不错 但是最近呢 我发现它还真的挺适合 现在这种偏冷偏干的天气 这款金钻粉底液呢 它有SPF15 非常适合日常生活的一款底妆 因为它的妆效非常的细腻 上脸非常的服贴 妆感比较自然 它遮瑕效果是中等 这个01色号呢 非常非常适合 我现在想要的 稍微有一点点提亮 但是又非常自然贴合肤色的那种色号 并且呢 我用下来之后 我感觉每次卸妆的时候 皮肤状态都挺好的 都不会乱长一些 闭口啊 小粉刺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它让我们皮肤没有一点负担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200多块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算是我近期用的 性价比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 接下来还是一个Senseless的产品 跟大家一起讲就是 磨砂膏 用的有点脏哈 用的非常非常的频繁 它里面是这种黑黑的 像芝麻糊一样的膏体 这个味道 简直了 就它闻上去 就感觉它的好吃程度 绝对不亚于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很像坚果巧克力冰淇淋 这个味道真的是英文就上瘾 它会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如果我时间充裕的话 我就会把它敷在我的 闭口白头粉刺比较多的这一圈 敷上个五分钟左右 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揉搓一下 就感觉脸特别的滑嫩 柔嫩 使用感呢 真的不亚于这个 我之前买的 Fresh的这个磨砂膏黄糖的 这两个有共性呢 就是你在用水冲过之后 脸上会留有一层油膜 所以你的脸一点都不会干 反而是感觉受到了滋养 像敷过了那种面膜的感觉 它的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好 并且它的磨砂颗粒呢 也一点都不比这Fresh的粗 我基本上是每天早上用 是为了让后续的上妆更加服贴 粉底打上去不会浮浮的 也不会卡粉 因此我非常喜欢它 使用感味道效果都让我非常的满意 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最近表现真的非常出色 让我不得不再次点名就是 加雪的神仙水精华 2017年国货的一匹黑马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必要再去介绍它了 就主打烟纤成分的价格非常亲民 非常良心的一款产品 使用感使用效果让非常的惊喜 也在不停的向我身边的朋友 安利这个产品 并且它的这个保湿霜啊 是通哥现在最喜欢的一个护肤品 你看它现在已经用得快见底了 像他们男生就特别喜欢用这种 像褶梨状一样的护肤品 它之前疯狂迷恋的芦荟椒 各种芦荟椒呢 大碗的 然后小瓶的那种芦荟椒 它都特别喜欢 最近它就喜欢上了这款 它就是芦荟保湿霜 它早上晚上都直抹这个 直抹它 我就问它 你这样抹脸不会干吗 它说很舒服 我用完之后 我也是觉得它不油腻也不紧绷 我抹完它15分钟之后 它就很好地被我的皮肤吸收了 你再摸脸就没有那种腻腻滑滑的感觉 就完全是你自己滋润的皮肤的质感 后续上妆非常的服贴 我今天就是妆前只用了它 也不会搓你而妆感也很滋润 只不过呢 它的味道说实话 我并不是很喜欢 是一个比较重的香肠的味道 但是通沟貌似很喜欢这个味道 我也搞不懂它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啊 男朋友啊 爸爸呀什么的 不太追求大牌的护肤品 平时很少去护理自己的脸 其实用一用这种保湿霜啊 我们自己国产的也是挺好的 起码在八冬天 不会让那个风刺的脸 特别干燥难受 再回到这个神仙水呢 我用它最大的感受 反正就是有提亮我的肤色 有让我的皮肤肤色 变得更均匀一点 我之前就是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的暗沉 现在就比之前要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归功于它的 这个产品就是 只要我一直在用 就会拿出来给大家 安利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 非常良心的产品 所以给大家安利一百次都不嫌多 最近看过Benny视频的人 是不是都已经种草 这个伊朵尔的化妆棉了 我也去试了一下 确实真的不错 这个我买的是这种 一块是这种薄的 一块是这种带厚度里面 有夹心棉的这种组合装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 因为这个薄的呢 你平时可以用来上一些护肤品 来擦一些水 就它吸收的会很少 毕竟它这个完全不掉屑 然后触感非常棒 唇棉的触感 另外这个厚厚的呢 它就可以吸很多的卸妆水 然后你卸妆的时候 就会感觉擦的比较干净 比较充分 像这种很薄很薄的化妆棉呢 我以前很少有用过 非常我满意的 因为要么就是特别薄 要么就是表面就滑滑的 感觉就不太舒服 这种就是有一点点融融的 就那种唇棉的触感 非常舒服 薄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 用了得有一个多月 才用一下这么一点 然后这个盒子呢 质感也挺好的 你放在那里 拿取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老是用一种化妆棉 用腻了的话 这句话好像似曾相识 反正就可以尝试一下 它品质之间的 还不错的一款化妆棉用过的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哦对 它现在还有一个洗脸巾 就这个便携的 我也很喜欢 就抽出一张来 非常方便 如果你经常外出出差啊 住宾馆 住酒店 洗完脸之后就可以让它擦擦脸 擦擦手什么的 质量很好 纯棉的 非常的舒服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出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会带着这个 但是我好久都没有旅行了 好想出去旅行啊 虽然我们领了结婚证 但是我没有办婚礼 所以也还没有什么 礼业旅行啊这种事情 不过将来一定会有的 并且我们现在的计划要买房子什么的 所以以后很有可能 我是说很有可能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装修家装 室内装饰 手工DIY啊 这类的东西 有可能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请让我知道 我有可能就会兑现我的诺言 好我们看下一个 最近我用这个产品也觉得非常不错 其实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就这家的MUA 这个品牌的一个非常大的圆形的 好几个颜色的那种遮瑕盘 但我发现那个实在是太大了 颜色太多了 如果你是一个化妆新手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头疼 很多颜色不知道往哪儿糊 但是这个非常小小便携的 这块五个颜色的 校色遮瑕盘呢 我还挺喜欢的 最近最常用的校色产品呢 就是这一块 不需要用海绵的把它盘开 直接用手拍拍拍 它就可以晕得非常自然 因为这种校色的产品呢 属于比较清透 滋润型的 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它才有校色的作用 便宜颜值又高又滋润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校色产品 然后呢 是一个口红 是我嘴巴上今天涂的 那我今天是用了一个豆沙色 大面积的涂 开之后用这个颜色 这个是美宝莲的570 把它放在嘴唇的中间 然后拧一下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土色调的烟熏深玫瑰色吧 最近很流行这种颜色 那上一次我涂这个的时候 你们也说非常好看 都在下面留言 问我说色号 那我就不告诉你 我就要在这个视频里面再给大家揭晓 如果你有一直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才能知道 我是不是太小气了 它在嘴巴上涂开的时候 感觉就有丝绒奶油般的触感 但是它的妆效 也就是比较偏雅光的这种效果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直接整个嘴只涂这个颜色 那会显得灰雕太重了 就是有点太吃土了 反正如果你父母啊 或者是你男朋友看到你这种唇色都会问你 你的嘴怎么了 是上火了还是中毒了 就那种感觉 所以最好跟一个温柔日常的颜色互相搭在一起 那它不是非常滋润的质地 如果你的嘴巴非常容易干的话 我不推荐这个 Oh by the way 这是我第一次买美宝莲的口红 第一次 好 应该是最后一件爱用品了 那就是我今天脸上的高光 每次亮衣服的时候 这儿都有一个啾啾反色 Anyway今天我脸上的高光应该看起来非常的耀眼吧 我是觉得真的很耀眼 简直就是夜空中最亮的cheek棒 就是这个 它自己也是够亮的 sleek的高光盘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高光盘 这是我自己换上的一个小刷子啊 它的原来那个刷子被我扔掉了 闪瞎你的眼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话 必须必须要收这盘好吗 超级便宜大碗 并且它真的 真的是闪瞎眼 这块紫色的高光 Oh my god 天哪 它真的太闪了 真的是不能再闪了超级无敌的亮 确实会很显纹理 但是它闪的让我心花怒放 非常喜欢这个盘 它可以让我想闪就闪 闪的耀眼 搞告辞我都替它想好了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高状的高光 相对于后面三个呢 它会更加细腻一点 就包状也挺好看的 不会很开价 但它的价格 它本身确实是一个比较平价的产品 所以为什么不喜欢它呢 人家那么可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都是我近期挑选出来我的心头爱 不知道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或者是不喜欢的 你们都可以留下自己的感受 来跟大家互相交流 所以给我疯狂的弹幕支持评论 那个收藏呀 还有什么的 回头我要好好练一段这个 反正就是给我大家的支持了 我也看到大家给我的祝福了 我超级超级的幸福 都是我的宝贝 现在拍视频对于我来说 就是坐下来跟大家聊天 跟大家见面的这种感觉 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种感觉 谢谢大家 因为每次你们都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 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我也非常感谢那些每一次默默的看完我整期视频的朋友 真的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谢谢你们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好熟的 跟大家说再见